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臉有很冷嗎 我來冷到冰冬來,特別冷 我早就說不完 我來繼續說不完 我們在美國軍政府的位置 我們台灣政府,我們自己主題 主題的油點就是說 不用水 我們的農產品買賣去美國都不用水 也不用做兵 因為台灣的國風要美國 要來負責 誰不叫你來給我負責 你負責就要負責台灣的安全 所以我們就不用去做兵 國風跟軍匯都美國要負責 要省下這些經費 來建設台灣 讓我們台灣併做 冬風的水素 一樣 這樣好 這是我們最理想的這個 以後我們 目標也希望說台灣併一個中立的地方 當然這個要讓美國跟 我們的日本天皇要同意 好 那麼我們再來檢討說 用台灣的名字要加入聯合國 還是要中華民國 要重返聯合國 來做一個分析 我看我還是用北京話來講 因為很多高砂的原住民 可能聽不懂台語 那麼如果用台灣的名義 加入申請聯合國 這是阿扁總統的意思 他說我不要去跟中華民國 要去搶在聯合國上面的那個 代表中國那個席位 我自己坐一個椅子 那個椅子的名字叫做台灣 我要擺在旁邊 我不搶那個位置 我自己坐一個椅子來這邊坐 就是新加入的 好 可是聯合國它的資格是 要以國家為基本單位 那麼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呢 那我們來分析看看 國家有認定的標準 一個要有永久人口 有固定的領土 要有政府 然後有外交權 那我們來檢驗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國有沒有人口 我們現在 沒有台灣國的身份證 因為它不是國家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是還是潛在著大日本國籍的 日本台灣人 而且暫時因為 舊軍和和平條約 台北和約的關係 暫時被視同為中華民國國民 我們只是被視同 並不代表是喔 暫時的而已 所以 不是台灣國的人口 那麼 台灣這些土地 台灣國也沒有了 因為這個台灣跟澎湖是日本天王的領土 這個政府說有 有 有 有政府 可惜 現在這個叫做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政府 好 我們有23個 小朋友的國家 有外交 很可惜 你把他的建交公報拿來看 都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去跟人家簽的 不是台灣國去簽的 所以 台灣國這四項都沒有 所以台灣 不是一個國家 你不是一個國家 不可能加入聯合國 所以阿扁 他送件去聯合國秘書處 秘書處 就給他推薦 有沒有 連提到那個大會討論都沒有 那麼其實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只是 日暑美戰 他目前只是一個地理的名詞 如果台灣要建國有五個步驟 你要 假如 假如你要建國 你要說 我們姑且來討論看看 要有經過這樣的程序 可是 在台灣的 獨派人士 很可惜 他都一下子就跳到最後面來 就直接要公投了 前面的依照國際法理的程序 他都不做 好我們來看 第一個要先請 美國軍事政府 要進來台灣 終結國民黨這個政權以後 把政權 從美國交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台灣人自治 自治一段時間 比較穩定以後 我們還要求我們 大日本母國 要跟美國協商 依照琉球返環模式 來簽訂一個台灣返環的協定 經過這個協定 我們回到日本母國以後 我們還要請日本母國的國會 參眾議院 要制定一個領土分離條款 作為法源 有這個法源 我們才可以來公投決定 台灣的未來 你看這整個程序又有五個步驟 這五個步驟都沒有做 一下子就要跳到最後面 他也沒有考慮到台灣 台灣不是無主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而且這個土地 因為戰爭在的關係 暫時抵押在美國的手中 都不去考慮人家 所以這個基本的五個步驟 你如果沒有一步一步 按照一步一腳印的辭程 你都不可能跳過 你如果沒有自治 就沒有可能返環日本 你沒有返環日本以後 就沒有可能 要求日本母國 來制定一個領土分離條款 來作為法源 沒有法源 你也不可能公投 所以為什麼美國一直反對台灣公投 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好 那麼在檢討 用中華民國的名義要重返 注意要重返聯合國 可是你看 那個1971年的10月25號 聯合國的2758結尾文 它裡面是講什麼意思 它是指示說把代表 中國的代表權 的蔣介石代表 從聯合國 以及附屬的這些國際組織裡面 驅逐出去 是 蔣介石的代表被驅逐出去 所以中國還那個 位置還在嘛 名牌還在 聯合國在聯合國的那個 中國的桌子 名牌 椅子都還在 只是那個椅子是換人座 現在換誰座 換了毛澤東政權的代表 去坐在那裡 所以 中國 實際上並沒有退出聯合國 只是 代表中國的那個 政權的人 被換掉而已 所以他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要重返聯合國 是不可能的 因為 已經有代表在那裡 而且 在國際法的規定的 那個定義 規範的定義裡面 中華民國已經在1949年12月 已經亡國 已經沒有辦法再代表中國 所以 他的中國的代表權 是被毛澤東的代表取代 好 可是他還有一個金門跟馬祖 這是殘餘的領土 所以我們給他 叫做 他是 中華民國是殘餘的國家 就好像蛇 整條蛇已經死掉了 可是他還是 那個尾巴還活著 金門馬祖還在那邊動 這是 我們把它稱作 殘餘的國家 那麼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亡國了嘛 就像人已經死了 要怎麼返聯 那麼 台灣國還沒有出生 要怎麼入聯 所以一個已經死了 一個還沒有出生 都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 好 那我來講一個 精神病的那個 啟示 那個精神病院 有關三個人 這三個人 他是每三個月 精神醫師 就要請他們到他的診療室 來重新診療 看來關了三個月以後有沒有好一點 如果好了就可以 釋放他們出去 所以那個醫師 請他們三個進來坐在診療室 醫師就在那個白色牆壁 用奇異筆畫一個門框 再畫一個手把 就說你們三個都好啦 你們可以從這邊出去了 我有兩個就很激動很高興就衝出來 再搶那個門把 就要衝出去 那醫師就搖頭 這兩個還要繼續關 那另外一個都不動聲捨 這個有救 這個已經正常 就問說 你怎麼不 你好了你不出去 我說那兩個神經病 鑰匙在我這裡 他沒有來跟我拿鑰匙怎麼出去 結果這個是不是更嚴重 就這樣子 醫師對他期望很高 結果他是 那醫師最失望 好 這三個病患是不是 都不承認自己有病 都認為好了嘛 所以兩個就衝出去 另外一個說鑰匙在我這裡 好 前面兩個去衝出去要開門 就比較沒有台灣意識 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無黨無派 拿相跟敗 給他那些對白 人家說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你給他一個命令他就一個動作 不會去獨立思考 沒有邏輯思考能力 好 那第三位他是獨派人士 就像我以前一樣 自認為身負台灣獨立建國的那個責任 自認為握有台灣獨立的建國鑰匙 裡面台灣民政府才幾千人而已 我們民進黨好幾十萬 你不來跟我們不可能成功 建國鑰匙在我們手上 譬如說那個深綠的 強烈主張台獨的這些人是這樣的 那麼醫生他是等於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長遠 以擁有正確的國際法理 能演觀察來醫治生病的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都生病了 被國民黨洗腦洗得都生病了 那麼我們今天來這邊上高級班 我們等於是在教各位是當成以後的 種子教官 種子醫生 我們在這邊所學到的一些 台灣的國際法理的知識 我們要出去廣為宣傳 等於是外面很多人生病 需要我們出去給他導正一些錯誤的觀念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來當 法理台灣 學法理台灣的這些醫生 我們有這個責任 我們把台灣的法理要學得更透徹一點 那麼基本上只是來這邊受訓 我們只是拋磚引玉 基本上還是要靠你們自己上官網 去看秘書長最新的文章 還有秘書長新出的書 那麼 另外有一個故事說 也是我們童星 他在高雄陸主 的一家 那個廟室 叫做龍發堂 有沒有聽過 都是觀一些 以前精神有異常 但是早期沒有精神病宴 所以有家庭裡有那個精神病的 很多都會送到那邊去 那個 住者就教他們打鼓 種菜這樣 那我們童星也是在那邊當義工 他看一個蠻 看起來蠻正常的 就跟他說 你看起來都好了嘛 你怎麼不出去 他說不可以 不可以出去 因為外面 瘋子很多 他說外面瘋很危險 外面很危險 瘋子很多 那到底是誰瘋了 所以 這個講起說 外面的人都說我們是瘋了 都把你逼這樣 我常被人家講這樣 要不然就講一講 他就給我摸拖 摸一下 你是頭髮小派 會這樣 到底誰瘋了 所以 我們自己要搞清楚 我們自己是什麼身份 什麼地位 本身我們是台灣的原住民 你不要認為說你是 中國來的 早期中國移民來的 錯誤 我們都是被 漫化 漫化 漫化也有人這樣講 其實我們的學藝裡面 85%的台灣人的學藝裡面 你去驗 85%的學藝是高砂族 加上平埔族的 不只克馬蘭 平埔族就有十個族 從北部宜蘭的克馬蘭 台北地區的 那個凱達格蘭族 桃園地區的 這個道卡斯族 還有中部的 馬蘑莎 帕普拉 帕塞 還有台南的西拉雅 高坪地區的 馬卡道族 像我就馬卡道族 馬卡道族 因為這次有很多新的來 我告訴你 要記住這個名字很好記 很早人會講 老師我請教你 你有沒有拜德基祖 如果有拜德基祖 就是平埔族 還是平埔族 平埔族 對那也是 那只是 跡象之一 馬卡道族 我就跟他說 馬英九 卡在平礁道 叫做馬卡道族 火車來 一撞就撞死了 OK 好 剛剛我還想到一個 很多人都阻擋 我們來這邊學習 說你不要去那邊被人家騙了 那他是一番好意 好 那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講 有兩個兄弟很 感情很好 一直到年紀大了都還住在一起 但是兩個本來都是在殺豬 所以都要很早就起床 那 那 後來那個哥哥覺悟了說 不要再殺生了 就去 就是在家當和尚 都念經 可是他們兩個就有約好說 如果誰先睡醒 就叫另外一個起床 所以那個哥哥就 早一點起床的話 他就叫弟弟 起來起來 你要去殺豬了 那弟弟如果早一點起床 他就 哥哥起來了 你要去念經了 這樣 結果這兩個死了以後 念經的哥哥下地獄 殺豬的上天堂 為什麼 對 都是懷著好心 懷著好心叫你去殺豬 那個外面就 懷著好心叫你不要來上課的 他是懷著好心在做壞事 所以懷著好心叫弟弟起來起來去殺豬 下地獄 所以 我們要懷著好心做好事 不要自以為是 你如果說認為我們是詐騙集團 好你先花個 6000塊來受訓聽看看 我們是不是在講一些謊言 你先搞清楚以後你才去講說 我已經去過了確定 他們是詐騙集團 那我們沒話講 那你都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你怎麼可以評論我們是詐騙集團 就這樣子 我們是來當醫生還是當神經病 醫生 要搞清楚 大家要努力 好 那麼在台灣理想的建構台灣的未來模式 第一個就是在美國軍政府下 我們台灣民政務讓台灣自治 第二個 昨天講的立陶宛的模式 拒絕目前台灣軍政府的體制下的選舉 讓投票率低1% 全世界就知道 台灣人已經不想繼續讓中華民國這個政府在這邊統治 再來就是琉球環環模式 也是一個方式 再來就跟日本結盟為邦聯或聯邦 就像美國他們是聯邦政府 他們等於是有51個國聯合加在一起 叫做美利堅合眾國 或者是邦聯 像大英帝國國協 他們也是有50幾個國家 結成邦聯 再來就是中立國 例是瑞士 或者是梵蒂岡 我們來檢討一下本土台灣人對美國的期待 我經常有同心來上完課 為什麼不叫美國撥金會給我們台灣民政務來發展組織 或者是為什麼不叫美國軍隊趕快來佔領接管台灣 再來 為什麼不叫美國趕快把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移到金門馬祖 這是我們經常是同心會提出這個問題 可是你要想說 為什麼美國要撥金會給我們 憑什麼 你台灣人如果自己不覺醒 不自力自強 我們本身 台灣人不是沒錢 只是錢都花在錯誤的地方 很多人 捐錢捐給慈濟 然後去救助國外 他們一直要想把那個 他那個正言法師把他拱成 聖人得也領和平獎 諾貝爾和平獎 台灣有本身的一些苦難 都還沒有解決 或者弄得不成比例 而且他要穿什麼服裝是你要捐到幾百萬以上 讓你才可以穿哪一種服裝 變成有階級 好 那麼為什麼不叫美國軍隊趕快來佔領接管台灣 如果台灣 我們 一半以上都自認為要 讓中國管的 那美軍為什麼要進來 如果他一進來就被丟石頭 被反抗 他為什麼要進來 如果我們沒有覺醒說 有全台灣的 大概有 85% 2000萬的人都 熱切期望美軍 正義之師 能夠進來 歡迎 當燈結彩放鞭炮 供應他進來 他為什麼要進來 你如果他進來 你就丟石頭丟雞蛋 他為什麼要進來 因為台灣人頭腦還沒有清楚 所以美國要求我們 先訓練4000位 等於是種子交官 出去要廣位宣傳 然後美軍進來的時候是倍受歡迎 這個 要叫 流氓政府到金門媽祖 這一定會做 你只要 剛剛我們講的這些都做到了 美國一定會做 好 而且我們要認知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跟我們日本 包括台灣 是敵對國 那麼我們 打敗仗被占領 美國是占領方 我們是被占領方 這個上下位階 我們要搞清楚 美國對我們兩項要求就是說 身份證要花 41萬份 然後訓練4000個儲備人員 這個我們如果準備好了 再來要求 這個 才說得過去 而且我們不要忘記了 我們 我們 是被占領者 他是占領方 在上面 我們不可以說 這樣一個公司裡面 我當員工 我在洗手間碰到董事長進來 然後我就跟董事長 欸董事長 這地板那麼髒 你怎麼不 把它弄乾淨 身份不要弄錯了 那我來叫老闆說 欸 頭髒要清清 那我們 在要求這個 有點這個意思 好 台灣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艦 這是麥克阿瑟講的 其實台灣人應該要 親美日 就是共同來防衛台灣 那麼馬英九 他上任以後 當中華民國總統 他就一直在破壞這個 不讓我們台灣人去親美日 所以 兩年前 馬基歐跟他的日本男朋友 去 就是毆打台灣的計程車司機 那個中華民國的電視 連續從島播到完 播大概一個禮拜 他就是要讓台灣人 來仇日 然後利用毒美牛 瘦肉精這些事件 把一些資料 交給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國會的議堂 然後來發炮 來 罵美國 很餓毒 我們台灣人要吃 有毒的牛肉 也是要讓我們台灣人來反美 所以我們不要中這個計 真正能夠保衛台灣的是 每日 他們所簽訂的 每日安保條約 他保護的範圍 包括台灣澎湖 好 那我經常有會 扛書網上 啟發圖響 這個我們台灣這個如果 不要在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 因為在這個地方 旁邊這個流氓國家有 到1500顆飛彈對著我們 對我們很不友善 如果我們台灣如果是 可以在這裡不知道多好 好 所以我常常在想說 如果我們台灣民進黨執政 我們要開國際標 請全世界最優良的 最聰明的科學家 發明兩樣東西 第一個世界最大又最鋒利的鋸子 從台灣下面把它鋸開 然後再發明最強勁的那個 那個鋸營 發動機 或者核能發電機 放在下面 然後就從這個地方開開開開 開到適當的地點給它擱淺 你不要群入臨海 然後你要在這裡 中國那些1500顆飛彈 它射程大概都只有三五百公里 以前都是在這邊就掉下來了 打不到我們 那它如果要用那個 洲際飛彈 那個很貴耶 而且洲際飛彈 不小心一打打過頭打到美國 美國宣戰 就給它修理 好啦 睡不著睡不著別的地方 好 那麼 日本的媒體有報導說 俄羅斯拒絕 賣那個攔截鋼手給中國的航空母艦 這個航空母艦是 一定要有這個攔截鎖 飛機下來的時候才可以把它勾住緊急剎車 那這個攔截鎖你不要以為是簡單的 那也是高科技產品 又要強韌 又要有彈性 這個不容易做 這個中國的基本材料科學 金屬材料科學還不夠發達 所以它連一個基本的攔截鎖 它都不會做 俄羅斯又不賣給它 所以它現在航空母艦 上個月不是上 它從東海經過台灣海峽去到南海 整個船上面沒有飛機 為什麼 它不敢開到太平洋 台東花蓮外海 為什麼不敢繞那邊 因為你如果繞那邊 它本身沒有飛機可以保護它這個航空母艦 所以它一定要沿著它中國的海岸線 這樣慢慢開到南海去 沿岸的共軍的飛機可以保護它 是這個原因 而且它當時候跟烏克蘭買這一艘航空母艦 原來的名字是叫做瓦良格號 烏克蘭知道有可能中國買去會改裝成航空母艦 所以它事先就把原來裝在上面的武器 設備包括發動機 通通拆光了 所以這個空殼船 中國花了十幾年才把它組裝起來 可是它的發動機的技術很爛 你看它的煙印一開始發動就冒煙 這個冒黑煙就表示它的 基礎的一些製作的精密度都不夠 才會冒這麼大的黑煙 而且你看像這個我們如果要打它也不用衛星定位 GPS不用看到哪邊在冒煙 往那個地方開砲就打中了 很容易打 它變成靶船 所以這個瓦良格號 我們用台語當我擁公 我擁公 我擁公 你怎麼擁公 把他演藝就做不好 我們賣之後他去判施說不改名 現在要改那個師郎 師郎就是鄭成功的叛將 改師郎號 師郎來攻打引擎兵攻打台灣 我們把鄭成功趕走了 所以他就講師郎號 台語說師郎號 哇這隻 把船拍的包四也四了 師郎號 我現在要把名字這樣 現在說啊不再改 現在改料理好 啊料理 現在不知道要改什麼名字 不知道 那整隻船都沒有飛機 這有什麼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要有戰鬥力 基本就是要有航空器 來保護它 上面都沒有 就真的是博船 海上旅館 很多人說 中國科技啦 金武有錯 我現在很強大 輸日本都輸 至少20年 那輸美國可能 輸四五十年 我們來 簡單講 光這個 美國在1969年 720號就已經 阿姆斯狀就已經 登陸夜球了 這不是不小心撞上去的 那是有高科技 才上去的 那 中國呢 中國到2012年前年 還在學習太空艙對接 人家早就已經登陸 你如果從這個日期來算 至少都輸人家四十年以上 因為現在 那個 外太空武器 像美國已經在用鐵射砲 以前砲彈打完就沒有了 那現在的鐵射砲 你知道說只要你那個核子發電 核子發電沒有壞掉 打不完 所以 美國是世界強國 還有很多人就說 台灣經過多年來的民主選舉後 已經逐漸轉變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我們來檢討一下 國際上沒有這種法源 國際上沒有這個先例 台灣的戰爭在沒有反應 主權還抵押在美國手上 不可能 不可能變成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這個不是無主主義 台灣是日本天王的 所以 不會說 我們住久了 逐漸變成我的 如果我去跟人家租房子 不是你住久了 自然連變就變成我的 不是這個事情 不是你每一次一直選舉 一直選舉就變成你的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下次有機會我再繼續講 謝謝各位 下課休息10分鐘 謝謝 各位選下課休息10分鐘 我來說 謝謝你 做了兩個小時 的 modo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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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